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回來玩這個手機遊戲 這個遊戲就叫做激鬥猛將狀 之前在Facebook 或者Google Store 或者 App Store 都見到這款遊戲 它賣點就是彈珠 很吸引 平時大家玩開的都是怪物彈珠 但是它賣點都說是彈珠 很吸引 進去看看 進去之後發覺是另外一回事 我先玩一場給大家看 我們進去物語 對戰和協力參戰 但我覺得玩物語給大家看你就明白了 我們先進去後一點 因為有一關我真的覺得很棒 就叫做刺殺董場 是一關特殊關卡 平時好像彈珠 或者彈珠 都是打關卡 但是它有故事的 它這個刺殺董場 很明顯大家都知道董場是一個三角的人物 我們先進去打架 我們先進去看看 因為很有趣 這個故事模式是不讓你帶任何援軍 也不可以讓你帶其他隊友 只可以帶第一隻的主角 他就說劉備 順利進入房子裡 前面應該是那個寢室 有護衛 每個人都是睡大頭教嗎 不要弄醒他們 直到黃龍 周圍變暗的話 拉武將的距離 盡量去一些力度 不要打到壁 因為打到壁就會吵醒他們 飛過了 你見到戰鬥開始了 你見到畫面整個黑了 他就說你不要弄醒他們 我們嘗試看看可不可以拉角度 不要弄傷他們 看看行不行 厲害 我們嘗試不要弄傷他們 哎呀 弄醒了 他有些故事成份 挺棒的 大家知道 平時彈是有兩隻 一隻叫反射 一隻叫貫通 我這隻叫關銀瓶 是貫通的角色 我們嘗試看 前面那兩個牛褲和飯 什麼來的 中文差 嘩 弄醒了 那個彈不到 弄醒了之後 然後他就好像血量會高了 那我就難打死他 那感覺上 他這隻 速度 真的不是很快 就噴噴噴噴噴 整個牆都掃了 他有少少 很慢的感覺 他會衝過去之後 會斬幾刀 那種感覺 你見到是 哎呀 董卓正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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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悉 對噴噴噴噴! 想醒了董卓,那当然要快点搞定他啦 另外,你会看到场上有一张酒和肚子 肚子就是平时的补血道具 但这张酒是开一招大忌的 平时大家玩其他角色都要配队,配好的自己队之外 平时的角色,我想大家都知道是配四个左右 加起来只有四个,还有援军也是 但这里你看到四个空格,我可以配够五个 加上援军有五个,对于打连击是很棒的 他的连击真的很爽,看到是什么什么站 真的可以像千人站 我试过八几站,三百几站 好,打完了董卓,不看这故事,拜拜 没错,这个游戏真是很爽快的,那种感觉 你看到多少站啊,我24站 我们拿到道具,这些道具应该强化我们自己的武将的道具 或者材料 因为我已经打到第十关了,因为挺好玩,挺正 但我打了四十粒石,就等这个时候了,我只要抽一下这个 因为魏国武将,三国内我最喜欢的是魏国 因为魏国,例如曹操,国家,或者司马尔这些 非常好的军师,或者大佬,他们奸得来,够爽 我们来十年抽,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抽到那些曹操啊,那些朋友 来吧,十年抽,看看可不可以抽到那些好东西 哦,只有一个金色,一个金色就代表一个最好的 这个是稀有,什么来的? 祖某,祖某,祖某都是一些差事的,无名小卓 这个呢,布不知什么,又是一些奇怪的古字 哇,超级特级稀有,曹操,哇 正哦,曹操,曹操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什么来的? 这个什么来的? 女姬,什么来的? 我没听过的 这个呢? 蔡文基,不是哦 伏秀,伏秀哦 也都是不知什么来的 这个呢? 曹操,哦 yes 拿到曹操了 曹操啊,我最喜欢啊 正啊 但曹操是四胜 乐俊,乐俊是多艺国的 看看这个什么来的? 华雄,华雄是群雄来的 华雄是自己一个的 这个什么来的? 这个应该是刘比哦 两把刀 yes 猴中了 刘比就能抽到 这个什么来的? 李玉 还是李容 那个是容 好像是 感觉上我们抽了一只五星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 我们好像抽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完全不知道什么来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叫做女基 是群雄的哦 我还以为它是 牙耳熟星 这个魏国 但我知道曹操哦 曹操在哪里? 曹操是红色的 为什麽? 曹操不是应该是蓝色的吗? 曹操是红色的 OK 你可以看到它是反射的角色 攻击有2000多 速度有2800多 我们先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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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 曹操 然后还有曹操 曹操在哪里?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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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是这个? 是这个曹操 曹操 曹操这么高功? 五千多功 好厉害! 马术 我先组队 再组队 再组队 群雄角 董卓不要 肥佬不要 刚才是这个? 这个是乐俊? 加上乐俊也好 我先组队 但我最喜欢那只 主公 或者大佬 不是 魏国 是熟国 是关银瓶 是关于女儿 我们组成了一队 好像很厉害 但我们没有一个 能够配合到下面的乱舞 刚才我们说的 什么大技呢? 就是乱舞 所以我们要尽量配合到乱舞 有一粒乱舞 就基本上可以了 都不行 槍術不够 我们不如把槍術弄爆 因为乱舞是非常有用的 槍是什么呢? 槍是这个 那我不要这个 我配上这个 这个槍 配上这个 yes 那你见到我槍術那里 就有一粒灯 就告诉你我 我联舞可以发挥到 发挥槍術这个 那你见到 其实有很多灯 其实你 组合到整个队里面 是有一个好的 叫做 叫做 叫做什么呢? 技能发挥 你一次爆的话 就会有加倍伤害 打初级先 选择个厉害的 这个 这个 全都插了 不是的 我们先配合 我们先配合 这一队 马术 啊 行了 马术和槍都可以有两粒灯 那我们来了 我们可以开两招大技 一大技 我们试试操一下 我们弹吧 照样这样弹吧 基本上都是撞友情记 哼哼哼哼哼 这已经很棒 他每一下冲完之后 冲了一些冰 他墙上会有不同的冰 然后冲 右上的冰营 他当灵的时候 就会派一堆冰出来 其实那些冰 我想试试不弹死他们 试试 我试试弹这边 其实那些冰 他每一弯都会射箭出来 是拗痕的 但是之后就不是 那些冰就一下死的 所以 尽快清 其实都是 我们快点 撞死冰 再撞兵 那 最后的关羽 就是反射角色 和 Laser 是向上射的 所以他的攻击力 都很厉害 最后的关消息 他已经击了 奋 血量也差一點,我要強化我那一堆東西 來吧,撞關羽,關羽沒什麼用的,D-Laser四人不中 我們撞關羚平,關羚平那招擴散彈好像挺有用的 來吧,財神,我們賺點錢 有支大酒,吃了,大酒加多少? 現在差不多七八成了,我就可以開大技了 但是我在打之前,會不會存不到呢? 不然我要開大技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盡量慢慢拖起來打 但是拖不到,我發覺拖不到 拖到的,慢慢上下彈 我覺得拖到的 差一點了,差一點了 我可以開到這個大技,讓大家看看什麼大技 來吧,來吧,來吧,撞關羚平吧,不是扣很多血 看一下,差一點了,差一點了 究竟,關羽這招大技是什麼?關羽,不要啦,關羽應該會秒殺他 關羽是太高攻的技能 所以我們再躺一會兒,可以了,差一點了 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我還拿到那招大技 我想開到那招大技,那招大技真的很爽 來吧,來吧,來吧,來吧 看到它閃燈,就是開大技的時候 我們按一下它 集合五個人的力量 衝啊,砰 嗯,它是打了全場 所以它全場一定會中了所有技能 剛才看到一隻馬,一隻馬術 再槍,再插那一下 這些310很簡單 嘩,全部都是三星錢來的 我買了很少錢而已 對了,話說回來 我也差不多介紹完了 到你自己去玩一下 你覺得這隻遊戲好不好玩呢 我覺得快感是正很多的 對了,不過呢 感覺上它那些 它那些角色 那些角色有些怪 那些顏色我還未分得清楚 它好像是跟回 譬如說 董卓是拿劍的,它拿劍是紅色的 我可能玩過三國殺的底 然後我就想起另外一個角色的顏色 所以就不太記得 對了,不過不要緊 那我就試完了 如果大家想玩的話 那就在下面 按一條連結 你一定會下載來玩的 對了,放心 那我的主意是什麼呢? 應該就這樣叫家庭治理 就這樣找到了 好了 我們下條手機片再見 我們玩其他手機 拜拜